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吗 在昨天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的是 继今为止 已经650年的沈氏女科 历经了元代 明代 清代 一直到现在 一共有21代的传人 而沈氏女科用药有三板斧 这是她们的用药特点 昨天我们讲到的是第一板斧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说 跟什么有关呢 大家来看看我身边的这个密码锁 这个密码锁的样子很特别 一颗大心 我想可能代表着 沈氏女科的特色用药法则 跟心脏有关系 我们再来仔细看 这个密码锁 一 二 三 四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数字密码锁 那是四个不同的数字 在养生堂现场 一定不是那么的简单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韩学姐老师说了 我们全身脏腑的问题 可能都需要共同地来对待 所以我大胆地假设 这个心脏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 跟一 二 三 四 四大脏腑有关系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连线一位 有相对适应症的阿姨 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的患者 我们来看看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郑女士您好 您好 主持人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可以 没有问题 我是2006年 就是因为感冒 然后长期没有得到治疗 转成了鼻炎 然后鼻炎呢 我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就吃感冒药啊 鼻炎药啊 过敏药啊 就这种的 但是长时间吃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我老睡觉 然后呢 我就发现我反应得迟钝了 然后2017年吧 差不多 某一天 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心脏 就是白天我坐在这儿 觉得我的心脏 突突突突突 快跳出嗓子眼了 就差一点点 然后我就觉得 我根本头说坏了 我说我的心脏怎么要跳出来了 然后我说上医院去看 然后说你吃点稳心颗粒试试 我就吃了 我就吃那稳心颗粒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多了 平稳多了 但是吃了一半时间以后呢 他不在这儿晃了 他在那个中心位置 就在后面中心位置 在这儿晃 然后就这样晃 然后就有点颤 我也不能平躺 因为我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那个 就是人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上下颤 我就得侧着坐着 那种靠着睡晚上 然后我要坐着睡呢 我又喘不上气来 我就害怕了 然后我就通过那个养生堂节目 找到那个韩学杰主任医师 第一次给我问诊的时候呢 通过那个耗脉 然后就看我这个舌苔 然后他就说我 你是典型的惯性病 后来他又通过我这个 就这个手指头 这个颈 因为都黑了嘛 都是黑子 你是血管都堵塞了 他说 所以你喘不上气来你晚上 他说你这样也很严重 后来他说我 你要跟上我 我要你相信我 我来给你治疗 我也下了很大决心 因为没有吃过中药嘛 也是第一 后来我都说可以 然后在他给我 用药的过程当中 三个多月吧 我从205斤 就是一下变到180斤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特意穿着衣服 你看看啊 瘦了 对是瘦了 然后就是身上的水肿啊 腹肿啊 就是全都下来了 能看见正常 因为以前眼泡都是肿的嘛 在外上 后来定七个多月以后 我就从180斤变到160斤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怎么吃我都是这样 最让我有体会的就是 我知道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吧 我这心脏就是能控制住了 就是不那么秃秃了 不是时常就 就这样一下 或者出了小孩吧 所以您现在鼻子啊 心脏的症状都没了 对 一会儿我把韩老师请上来 好好地向他请教一番 那当然了 郑女士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 高油酸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郑女士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来 带着疑问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 沈氏女科第二十代传承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 韩学杰老师 只欢迎韩老师 韩老师好 你好 今天 就见面了 养生堂推荐产品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 多多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回到刚才我们连线的 那位郑女士 其实她这个病程挺长的 最早追溯到2006年的感冒 严重的鼻炎 所以听起来 应该是鼻子啊 呼吸道的问题 您怎么立刻就能够想到 她的这个症状 是这一条心脏的问题呢 我看病跟鼻炎不一样 鼻炎可能看鼻炎 鼻子啊 对啊 是不是呼吸系统不好 我是要问她的病史 然后在这个病史过程中 还有什么脏器 就是这个牵延会有一些症状 看看吧 这应该是您 当时见到郑女士的时候 她的样子 相对比刚才连线的视频里 更胖一点 她说那个时候205呢 对 200多斤 而且来的时候 你看她的面色 整个眼 眼睛周围都是圈儿 黑的 黑的 对 你看那舌头 对 舌头里 两边 舌尖都是青子 你看舌尖脉络 很粗 您再看她的手 手脚都那么肿啊 肯肿 关节还痛 你看她大鱼剂 是吧 肥胖 所以她自己本身肥胖 还有水肿 还有脂肪肝 手上还有皱褶 说明她心脏的气血不够了 她脚 你看整个都是肿 指甲都黑了 她那个心脏 刚才描述的 我都觉得特别玄幻 觉得心脏现在在外面跳 后来要到后面跳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那个心脏 她是感觉到乱跑 是因为她心里失常了 再加上焦虑 她就觉得牵扯到五脏 都不舒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心为五脏六腹之大主 大主 心主血脉 心主神明 所以心脏功能不好的时候 你发现有一种幻觉 你她那个幻觉 你这个人是不能想象出来的 可是现在看她的表现状态 很正常 包括说体重的下降 生活的改善 所以说明您的这个 大心脏的治疗方法 结合四大脏腑 是非常有效果的 可是心脏的问题 干嘛还得四大脏腑同条呢 就是我认为 在身体有一个招 中医治病 讲求整体论治 韩老师根据过往几十年的临床经验 发现有四个脏腑 与治疗心系疾病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这四个脏腑之间是有联系的 他们正好从上到下分布 就像一条轴一样 共同维护着新的健康 而这四个脏腑两两成组 前两个脏腑与发病关系非常密切的脏腑 也就是说有心系疾病心系问题的人群 发病往往就在这两个脏腑 而后两个脏腑就是我们在治疗和调理心系疾病人群时最重要的一组脏腑 跟心脏相关的挨得很近的 那不就是肺吗 还在他们的上头 还在他们的是大脑吗 对 心主血脉 心主神明 脑呢是主一切的生命活动 另外呢脑还主精神意识 另外还主感觉和运动 所以是我们大脑是人体的指挥部 心脏是五脏六腑是大主 你看见吗 从不同的角度都管着全身 大脑呢占人体重量呢百分之二到三 但是心脏供出来这个大血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要给大脑 所以经常咱们会在灵上说心脑血管疾病 那如果心脑同志要从另外两个脏腑来调理 到底是哪两个脏腑呢 这样就要回到650年传承的沈氏女科的 用药法则了 用什么样的药 有什么样的法则 我们再去药房看一看 好的 这药房今天琳琅满目啊 再次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王丽颖老师啊 沈氏女科的第21代传承人 是韩老师的 学术继承人 学术继承人 丽颖老师您这准备了六个宝箱啊 这都跟我们要调理的那几个脏腑有关系吗 对 我们一共是六个宝箱 分为两组 每组对应的是一个脏腑 这又是什么 这个药 就是我想表达的其中的一个脏腑 跟一个脏腑有关系 是的 是药磨成的粉 对 这个药粉大有来头 这个是我们沈氏女科第19代掌门人 沈少宫沈老 对 沈少宫先生 沈老的家传自用药粉 这个是一味药材 还是多味药材融合的 这个一共有四个药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来请现场的观众尝一尝吧 我们请这位观众上来品尝一下 你先闻闻味道 然后呢再尝一尝 你先闻一闻 跟大家形容一下你闻到的几 要拿着话筒说 有一种浓郁的中药味道 我都猜到你的回答 当然了 它是中药磨成的粉 但味道呢 它是有什么香甜的 苦涩的呀 它这是 感觉在这个甘甜中 稍微透着一点苦味 这个端水专家 又有甘甜又有苦味 那你拿一点点 如果会苦的话 少蘸一点点尝尝看 一大口进去了 怎么样 还不错 稍微有点苦 挺好吃的 有点甜 苦中带甜 能够猜到里面 可能有什么药材吗 感觉可能有当归 好像有点浓郁的当归味 是的 你这么一想 我也觉得有当归 有吗 有的 有当归 好 到底除了当归之外 还有哪些药材 我们先送给这位观众 一份礼物 感谢你的参与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许梅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 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送给你 祝你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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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座位上 谢谢 小男生好专业 吃出来有当归味 到底里面有什么呢 二位老师 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给大家揭晓答案吧 走 好 苦中带点甜 刚才丽颖老师说 这里面有好几味中药组成 那个甜是什么 苦又是什么呢 韩老师 里面的这个苦味呢 是柴胡 柴胡 柴胡不是书风解表 治感冒的 好像还有个书干礼器 是不是 我觉得你说的 越来越专业了 所以第三个是干吗 你看看 真的是干 干可以治心呢 干和心的关系 干煮木 木生火 它是母子关系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 有什么 食则谢妻子 许则补妻母 所以我们说肝和心 关系非常密切 为什么呢 心是煮血脉的 心是藏神的 那我们肝是干嘛的了 肝是煮藏血 嗯 肝还是煮疏蟹 所以呢 我们在心血管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通过调肝 来养心 那你看我用的是什么字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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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调整 让肝恢复到它应该有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叫调肝 那调肝呢 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来调肝 一个是疏肝 治疗的就是肝气瘀结这样的患者 那还有两个呢 分别是贫肝和柔肝 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 我们说肝呀 五行是属木 皇帝内经说呢 木曰趋直 趋就是弯曲的趋 直就是直立的直 好 那当我们过于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肝瘀了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不过于趋 我们就要疏肝 第一法 那我们还有一种呢 就是过于直 那过于直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肝羊上抗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要用我们的第二法 就是平肝 那还有一种呢 肝 我们春天的时候 看我们的木 是不是都很调达 很柔顺 所以第三种 就是恢复我们的肝木调达的状态 通过养肝血来柔肝 所以是三种方法 我们有传承百年审视女科的调肝三法 疏肝 柔肝和平肝 我懂了 王老师 所以比如说跟肝有关的 你们不是说有三组药吗 分别有对应的就是疏肝 柔肝和平肝 对的 所以针对的是肝的三种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肝育气质 肝羊上抗 肝阴不足 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 包括韩老师都讲过 我们如何来更好地辨别 是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此时此刻 如果您发现自己有一些肝的相对应的症状 一会儿二位老师要给出有相对应的办法 当然啦 如果您觉得对于自己的症状 还是搞得不太清楚 可以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视健康的APP 进入我们养生堂的直播间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两个小时之内 韩老师和王老师都会在线上 跟大家一对一地进行答疑解惑 那既然我们讲到了症状 我们来说说外在的表现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 这个是韩老师的望诊的能力了 看看舌相 看看面色 看看我们的手 会告诉我们些什么答案呢 先来说肝气欲好了 好 你看这种病人呢 他两边是肝胆的位置 两边你看 你看病人是不是就变紫吗 两边肝胆 所以发暗 或者有的有可能有淤点 一般 还有呢 他的舌头呢 你看 在舌面上 你看这一部分 是不是也紫 是 这边 也紫 所以要到肝胆部位呢 血脉运行迟缓了 或者淤质了 所以他才会变紫 就缺氧缺血了 毒素排不出去 肝脏是一个解毒器官 这个有的患者呢 可能脸上还有点发青 你看 两条大肌 好明显 静静都看出来了 正常的这个舌下脉络 其实就这一根 不能超过舌细带的三分之二 你看他这个 整个都占在舌细带了 你看他这个 这一块 这一块 全是紫了 所以像这种病人 肝脉 瘀制的特别明显 说明他肝脏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像这种呢 一般除了肝气瘀节以外 可能还会有肝脑种 脂肪肝 像这种病 或者有的人 乙型肝炎 肝硬化 这可能就比较重了 像我们就是 周围有分叉 有紫竹样葡萄 它就会合并别的病障 不单纯的肝气瘀节了 这光看舌和舌下的青筋 就明白了 是不是有肝气瘀的问题 对呀 如果在手上 可能有的人 还是手上有青筋 手掌上 大概哪里啊 它也是分上中下三角 那么肝的位置呢 一般来说 容易在手指 手指上出现一些青筋 青筋就说明 你的循环出现了问题 这是肝气瘀节 能让我们看一下 肝上上炕 对 肝上炕 丽颖也说了 脾气脊脏 易怒 脸如酒醉貌 就像喝了酒了 红通通的 整个都是红的 对 是吧 所以你看它皮肤 这个就扩张 有的脸就是烧的 你看手呢 整个也是发红 有点肝掌 对 它肝掌是局部的 就是在这个 可能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这个人呢 你看 对 对吧 有的到指尖 一般来说 肝阳上炕到指尖的话 容易出现 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脑中风 过心病 它就是 肝阳一上炕的话 大家都知道 血压特别高的时候 容易脑中风脑出去 容易心肌稿 它挺危险的 所以肝阳上炕很危险 有时人一生气 突然脑出去 晕倒了 或者突然心脚痛了 是吧 心脑租停了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就是肝火上 容易出现 这个心脑血疾病 急性的 那么你看这个病人 现在这个 两侧很红 红嘛 包括舌尖 都很红 红是因为肝阳 阳呢就是火嘛 火和气都是往上走的 所以你看它在边 一直到心肺 所以像这种人 除了急躁 易怒口干 口渴 心烦 不得眠 这就火上来了 冲的你看五脏 火都上来 这肝阳上炕的病人 肝血亏虚的病人 肝血亏虚 你发现了吗 这个舌头 有裂缝 有很多裂缝 那么正常的 不会有这个 因为是 金叶和血是同源的 金血同源 如果血不足呢 金叶就不足 所以这个舌头 就像裂开的地方 缺水 咱们缺水的时候 地是不是裂缝 有的很深 你看 很深的话 它就会疼痛 像这种人呢 除了刚才说的 什么头晕目宣 耳鸣 可能还容易出现 萎缩性胃炎 你看这个人呢 整个在中间这个部位 极容易出现 萎缩性胃炎 所以我们通过舌相 就能看到这种问题 还有的人呢 他就是也是 你看有的人呢 舌红少胎 就胎特别少 就说明什么呢 肝血不足以后 会影响胃的这个筋液上升 所以有的人舌胎 有的可能就脱掉了 这块就有的人 今天这儿脱 明天那头舌胎不脱 就是阴血不足了 舌胎就脱掉了 所以舌胎是胃气熏蒸而至 胃气弱 或者胃盈亏气 它熏不上来 人身体就 功能就差了 出现很多不足的表现 但是我们针对不同的 比如说肝气浴 肝阳上抗 肝血须 有针对性的 我们的沈氏女科 传承了650年 刚才说到都是对药 有三对药 有针对性的 可以缓解和调理 最重要的是 刚才我们说到了 沈少公 沈老 当年一直都会用的 养肝护肝的那个小面面 到底是什么 日常生活当中 能不能推荐给大家来使用呢 二位老师 我们去记下答案吧 来 那梳肝 揉肝 瓶肝 我们先讲梳肝 我们很熟悉的 玫瑰花 还有佛手 这个是沈老当年 也特别爱用的对药吗 对 这两个药呢 都是我们沈氏女科 用来梳肝 常用的对药 那第一个呢 这个是玫瑰花 玫瑰花它除了树肝 礼器之外呀 其实它还有两个 特别重要的作用 它第一个呢 它是可以活血的 第二个呢 它可以养盐 那第二个树肝药物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佛手 佛手也是很好的一个药物 它除了树肝以外呀 它还能核中止痛 就治疗胃疼 还有一个呢 它能化痰 所以你看这两个药其实体现了 我们气 血 筋液 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的三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药对 这个小药对呢 平时要注意两点 就是这个玫瑰花呢 它有通便的作用 所以如果腐泻的病人 或者脾胃虚寒的病人 最好不用 还有一种呢 如果月经量大 玫瑰花不要用 因为玫瑰花它有活血化血的作用 如果月经量大 或者淋漓不断的人 这种人也不要用 所以如果您对自己的症状 和到底自己属于哪种 不是很了解的话 还是可以啊 扫描二维码 下载精神健康的APP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 两个小时时间内 我们养生堂的现场 韩老师和王老师 都在我们的网上跟大家直播 我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接下来我们讲瓶肝 对吗 瓶肝在这里 另一个药堆是什么 贝母类 珍珠母和石绝鸣 这两个药都是用来瓶肝的 这样的一个药堆 看两个都是贝壳类的 贝壳类的有一个特别 空用的一个特性 都属于是咸寒之品 所以他们呢 寒我们知道就一定能清火 对吧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可以平易干扬 但是呢 他们两个之间呢 还有一点不同 不同是什么了 这个珍珠母啊 它除了瓶肝之外 它还能安神 比如说我们睡得不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点珍珠母 它还可以明目 我们知道市面上有一种 珍珠明目的这样的一个低眼液 对吧 其实就是珍珠母 它的一个功效 还可以明目 那我们石绝鸣呢 它除了平易干扬之外呀 它还能降血压 所以如果血压不好的时候 我们石绝鸣也是常用的一个药物 这应该是药堆了吧 不能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使用 对 这个还是应该是临床中找医生去开的 他们不属于我们我家卫健委发布的使药物质 好的 那说完了瓶肝 我们再来说说柔肝 650年的沈氏女科最爱用的柔肝的药堆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熟悉的白勺和当归 当归很熟悉是吗 刚才那个小男生说 对 我们的粉里就有当归 我们的粉里面就有当归 那这两味药呢 就是我们柔肝的常用的一个药堆 经常是一起来联合使用的 那我们这个当归呢 它除了柔肝之外 它还能活血 止痛 它还有一个功效 这个叫润肠通便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特别合适 韩老师刚才讲了 叫金血红源 对 所以当肝血不足的时候 它就容易尝到金盔 伴随着大便的不通畅 这个时候当归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物了 那我们的白勺 白勺呢 也是一个柔肝很好的药物 它除了柔肝之外 它还能炼阴止汗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我们也知道 肝血不足的时候 容易有肝羊偏抗的一种情况 白勺除了氧肝血之外 还能平易肝羊 是不是非常好 这个可以做代茶饮吗 有禁忌吗 这个当归和白勺 就是光泡茶出来味 出来那个劲 这个要煮水 大概要煮的 就也是凉水先泡一个小时 上火后 开锅后煮15分钟 它劲才能出来 因为当归里面含油脂的东西 所以临床上也是脾胃比较虚弱 虚寒腐泻的人不要用 再一个就是感冒发烧的人不要用 因为它本身有养肝血 柔肝阴的效果 它有练血 所以就是外感 舌太厚腻的病人不要用 这个我们要是在处方中 我们一般都是用食客 那我们在日常养生中 一定是减半或者用三分之一 但是你看我们说到了 揉肝 瓶肝 疏肝 话说回来了 我们应该向神老求教一下 都说了神老日常生活当中 总是用一些伞 来更好地调杂自己 所以这个应该是神老的护肝的伞 对不对 这养肝伞呢 神老师呢 平时会用一些 因为本身神老师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他说我要饱肝 不能让肝脏出现问题 会不会给师母吃 那有时给师母也会用一点 一常生活当中的养肝 对 这个问题呢 我问过神老师 神老师说 我看你师母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给他调一点 哦 可以更好的树肝理气 所以我们的养肝伞 神老的秘方啊 传承了多年的到底里面有什么呢 还记得吗 刚才小伙子说 有当归 王老师说对了 有柴虎 还有什么 一共四味药 当归 白勺 柴虎和白扁豆 对 肝脏 它是喜欢调的 喜欢舒畅的 所以里面用的柴虎呢 疏肝理气 调畅气机 所以要先它疏通 因为这个肝脏煮藏血 我们身体的毒素 都要通过肝脏去解毒 时间长了以后 它也会疲劳 它也会气血不足 所以我们又加了 当归和白勺 揉肝 增加它的筋血 经过增加它的这个功能 因为它本身要储藏血 还滤过血 所以时间长后 它就干不动了 所以等于当归和白勺呢 就滋补肝血 增加它的解毒功能 还有一个白扁豆 白扁豆呢 它是调皮味 健脾立湿 另外要保护胃肠的 所以它在这里面呢 它的作用是除了养肝 它在调皮味 我们来看大屏幕 而且很方便啊 当归白勺柴虎白扁豆 各时刻一比一比一 研磨成粉 每天睡前服用一小勺 为什么是睡前呢 因为晚上大家都知道 在晚间我们是不是要睡觉啊 阳入一阴 肝煮藏血 那么它是在晚上 我们身体需要休息 但是呢 肝脏还要帮助解毒 所以我们一般说这个 晚上九点以后 肝脏就进入它的快速运转 自我清洁 自我修复这个状态 所以在晚上睡觉呢 增加它的功能 达到最好的疗效 每天取异小烧 直接像跟那个小男生一样 干吃就好吗 还是要用水化开 有讲究吗 最好呢 用水调和 如果你血糖不高 身体状况还可以 调点蜂蜜 或者冰糖 这样的话口感比较好 有禁忌吗 主要适合什么人 什么人不适合 那么这个它也是有适应人群的 比如说这个人情绪啊 压力比较大呀 或者经常喝酒的 我们可以去服用 如果您呢 舌台特别腻 不想吃饭 然后又或者外感 比如说现在有新冠肺炎 可能感染了病毒 这个是不适合的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搞不太清楚啊 我的症状能不能用 沈老的这个养肝伞 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视健康的APP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两个小时时间内 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向韩老师和王老师进行提问 他们会在线一对一的向您进行解答 请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精视健康APP 我们的专家正在直播间里回答大家的提问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视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视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说完了四个脏腑是心脑肝 第四个是什么呢 在揭晓答案之前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很有意思 回顾的是过去十多年以来 在我们养生堂现场的一个 不老的神话 我们来看大屏幕 必须得给韩老师鼓鼓掌 韩老师您太厉害了 我认识您也都快十年了 然后养生堂十三年多 为什么您可以保养得这么好 完全没有变化 然后永远身材没有变化 形象没有变化 然后皱纹都没有增加 您这怎么做到的 跟您第四个脏腑保养得好关系吗 有很大的关系 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跟你们讲 在过去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认真地观察了 韩老师生活当中的细节 无非就是他从医院 来到我们北京电视台之后 有幸跟韩老师接触 我们后场的过程 我就盯着他 看他日常生活当中 有什么小习惯可以学到的 我真的学到了 是什么 我们专门派摄影师录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看 我跟韩老师在一起后场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他经常看着看着稿 他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这个动作太特别了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仿佛又很有深意 这是什么动作 这个动作叫明天鼓 这个明天鼓看似简单 它是从古代传下来的 明天鼓跟我们第四个脏器有关 这个动作我大概做了二十年至少有了吧 那真的是不老的秘籍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当年我儿子小的时候 当时他上小学大概六七岁 我当年因为劳累跟他着急生气 突然突发性耳聋 两次耳朵整个都听见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这个动作在调理 然后再用中药条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明天鼓不仅可以延年益寿 青春不老 还可以治突然性的耳聋 它跟哪个脏腹有关呢 二位老师稍等啊 我先把我们的密码锁打开 好 不是脑 难道是肾 说得太对了 肾对人体来说 它主宰着生长发育 生殖衰老和死亡 其实用一句通俗的话就讲 它主宰着我们的免疫功能 和内分泌的功能 所以我们身体是否强壮与否 看见肾是否强 那个明天鼓 也可以帮我们补肾 调肾 对 那王老师带来的三个宝盒 是不是也意味着 补益肾是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用三种不同的对药来反成 您太聪明了 就是这个意思 和我们刚才调肝一样 我们调肾的时候 也要有三个注意的 所以其中一个呢 刚才韩老师讲了 肾它是水火之脏 它育的是原阴和原阳 所以有阴有阳 所以你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药里面 肯定是要有滋肾阴 还有温肾阳 两个了吧 还剩下一个 我们肾啊 一定是要调和阴阳 所以第三个 就是要平衡阴阳的 我们来看大屏幕 分别针对的是肾阴虚的 肾阳虚的 和阴阳都失调 有寒热挫杂 这个就是疑难杂症 比较麻烦了 什么的产生 这个皮肤就会痒 这就是阴液不够的 这叫肾阴窥虚 那我们舌上的表现呢 就是舌红 少胎 或者舌胎有波脱 或者有地图舌 这都是阴液不够的 第二种呢 就是肾阳窥虚 肾阳窥虚呢 阳虚则寒 阴虚则热 所以肾阴窥虚 人就热就造 阳虚它则寒 就怕冷 它这个怕冷 跟一般的怕冷不一样 它叫手脚冰凉 寒冷刺骨 这个手的温度呢 你跟正常上可能能 就像感觉能差五度的时候 它手放到你手上 那冰凉刺骨 它到夏天还要穿羽绒服 你什么 穿羽绒挂 另外它的血压会低 心率会慢 有的人慢到三十多下 它吃的东西不能消化 尤其不能吃寒凉的 或者鱼虾之类 它吃什么会拉什么 那么第三种呢 是最复杂的一种 叫阴阳失调 或者我们有时叫寒热挫杂 它上面是热的 底下是凉的 上面热呢 眼睛红 口舌生疮 耳朵还是上火 你说给它清个火吧 它开始就胃疼 腹泻 腿脚是凉的 尤其更年轻妇女 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现在在领方发生 很多男人也会出现 在临床上这种病人 特别难治 那到底怎么办呢 临床上都难治 我们还得从六百五十年的 审视女科的三个药对当中 找找答案 来 二位老师 三个药对 我们从滋肾因说起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四个 滋肾因的药物 生地 黄金 黄金 然后三肾 这个是三肾 这是枸杞子 这四位药呀 我们重点是用它来滋肾因 那除了滋肾因之外 你知道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 为什么我们推荐这四味药呢 是因为这四味药滋而不腻 滋而不腻代表的就是 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 它不爱胃口 所以这个是我们推荐的 这四味药的一个原因 而且呀 我们这个三肾 除了滋肾因之外呢 它还可以污发 比如说白头发现在很多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肾 那这狗旗子呢 它除了足迟之外 还能明目 生地呢 我们沈志尼科喜欢用生地 来代替熟地 它能够清热 生肌 才能养阴 所以它比熟地更好一点 就是不自腻了 它不安慰了 这个最后一个是黄金 它是一个七阴双补的 肺脾肾同条的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药物 也是四个药物 那这四个补肾羊的药物呢 除了补肾羊之外 它还能够强筋骨 它最好的 刚才我们滋肾因是滋而不腻 它呢 是温而不燥 我们很多时候呀 一温补肾羊之后 它就容易上火 那这四个药呀 用上之后就不容易上火 所以它除了补肝肾 强筋骨 更重要的是不燥烈 强调一下 是生肚重 它一炒了之后 它的效果就不好了 所以生肚重 除了补肝肾之外 它还能够降压 肾羊虚的血压升高的患者 那也可以用生肚重这杯药 就是这个补羊药呢 容易上火 如果口舌生疮的人 不要服用 或者血压特别高的人 用的时候要慎重 说完了阴虚阳虚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甚至这个疑难杂症 阴阳交杂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这四个药呀 就是组合药了 织母和黄板是一组 这个鲜灵皮和不骨脂 它们是一组 但一定是四个药 一起用才能平衡我们的阴阳 那这个织母和黄板呢 它是一个对药 放在一起是可以清虚热 可以清火的 那这个鲜灵皮和不骨脂呢 是用来补肾阳的 所以刚才韩老师说 上热下寒的患者 更年期常见的这类患者 那我们通过鲜灵皮和不骨脂 来补肾阳 那又防止它上火 我们用织母和黄板 所以这四个药是配合使用的 当然了 因为我们介绍的这三组药 都是药 它不可以日常生活当中 做代茶饮 只是我们有针对性的 有出现了症状 我们需要去医院 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开药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 那个明天骨就很关键了 明天骨适合什么样的人 养生保健啊 哈老师 我觉得明天骨呢 对任何人都失忆 回到舞台中间教教大家 好 好不好 现在就坐起来 来 在这段时间 其实有基础病的叔叔阿姨 是大家最为牵挂的 除了对抗新冠病毒感染本身之外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通过饮食的调理 维持好血糖的平稳 对于我们避免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 核病慢病引起的 一系列的麻烦而言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今天呢 做客我们养生堂的是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院 营养科的副主任营养师 毕严霞老师 我们让毕老师为我们知己着 确实哈 我们最近在营养门诊 遇到了一些阳康的堂友 就是因为居家期间 这个血糖控制不平稳 来纠正的 这个特殊的时期呢 为了能够让这些堂友 能够更好的控制好血糖 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小技巧 第一个紧张呢 是主食定量一多一少 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主食呢 就是因为很多堂友呢 为了控血糖 为了血糖素质好看 为了能够低一些 不敢吃主食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主食呢 是我们这个日常能量的 一个主要来源 如果不吃主食 然后或者是吃得特别少 吃得不够 那就很容易就是产生同体 对身体来说也是不好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桌上 摆了好多食材 是的 都是咱们日常做主食的一些食材 它们之间呢 又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像白米 紫薯 这些食物呢 如果要是说 吃一定量的情况下 它吃进去 血糖升高比较快 像这个玉米啊 糙米啊 紫米啊 芸豆啊 这些食物呢 吃进去以后 血糖升高的 就会比较平缓一些 主食定量 一多一少的 这一多指的 就是我们的杂粮类吗 对 比如说 我放了四勺白米 再放了两勺紫米 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如果我只吃二两百米饭 那它的血糖负荷值 大概在65左右 如果我把三分之一的 这个白米换成了紫米 那它的血糖负荷值 就可以降到58左右 那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同样是吃二两的食物 但是呢 它对我们的血糖影响是不一样的 只吃白米饭 血糖升高的就比较多 如果我们有三分之一左右 替换成了这个什么 紫米糙米或者是云豆 可以提供同样的能量 但是呢 它这个升高 血糖的这个数值 就可以小一些 咱们一般是提倡 出杂粮呀 或者是说这些薯类呀 能够占到咱们日常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可 然后要是说 胃肠到功能还可以 然后又想更好的选择这个控血糖 我们可以达到二分之一 因为疫情可能居家期间活动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减少个5%到10%的这个主食 比如说我稍微地瓦出来一勺 然后这一餐饭的能量就可以适当降低一些 那第二条营养控糖的锦囊妙剂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补充营养变双低 毕老师您看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食物 怎么去变它的双低呢 双低其中一低呢 是指的是低血糖生成指数 也就是说低G2 这个G2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既考虑了这个食物的生糖指数Gi 同时呢又考虑了你到底吃进去了多少量 然后呢整体反映出来的对你的血糖的影响是多还是少 知道了这个以后呢 如果你想控糖 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 首先我可能会选柚子 第二呢我就选这个苏打饼干 这玉米粗杂粮啊 这肯定双低食物 最后呢我再选一个牛奶 大多数是对的啊 苏打饼干有点问题了 它是属于一个精致的碳水 吃一点血糖负荷就比较高了 然后你还不饱 对吧 所以说你还想再吃一点 这样你血糖可能就更高了 还有你选的这个玉米 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呢 会遇到有水果玉米 有的还有黏玉米 建议大家选这个水果玉米 相对来说的话 它的那个生糖指数呢 要比黏玉米要低一些 但水果玉米不是吃上去更甜吗 水果玉米和黏玉米相比呢 黏玉米的碳水化和物的含量是更高的 所以呢一计算 它这个血糖负荷就高上去了 那我选的这个柚子和牛奶 这个很显然是优质的选择了是吧 对柚子的话是我们这个比较推荐这个糖友 作为那个日常水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这个牛奶呢 基本上就是原材料很简单 就是生牛乳 碳水含量不高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丰富 还可以补盖 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在配料表中去看 它是一糖瓶双DJ的这种精选的牛奶 那对于控糖而言就是非常好的了 对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知道了 在疫情期间营养的补充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对于糖友而言 我们在注意营养的同时要变双滴 像牛奶柚子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 是的 明天骨呢 它这个是间接地起到一个补肾的作用 它是几组动作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用这个掌心压住两个耳朵 然后这个食指压到这个中指上 再弹拨 这样的话每次做36下 一组是36下 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做个两三组 一天做两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压住两个耳朵 持指压到中指上弹拨 我们弹36下以后 然后压紧耳朵迅速放开 按住让我们听不到声音的那种按住 要力气大一点 一定压紧不能让漏气 然后再做弹拨 弹36下以后 弹完以后再压紧 使劲 打开 突然会觉得听力变得更清晰了 没错 多少组36下呢 一般来说做个两三组就可以了 一天做几次 做两次就行 有时间的要求吗 要说的话就是早晚做两次更好 但是早晨大家可能忙 但是大家坐地铁 坐这个公交车也可以做 碎片化的时间 对 晚上睡觉前呢 我们齐天一个小时去做 最好 但是你没时间呢 你就抽空去做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们一起坐起来吧 要不要把它掌心搓热 什么 搓热会更好 冬天 到冬天我们先搓热 双手搓热以后呢 压住耳朵 然后弹拨 36下 36下 压紧以后再迅速地放开 每一次两到三组 循环往复 每天有时间就做一做 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补肾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 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 养生糖推荐产品 卤花糕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糕油酸花生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卤花养生厨房 豆子之对 健康加倍 在这里边还有一个豆 它在蔬菜的榜中 膳食纤维 前十名榜中有它 假类前十名有它 金蔬菜和豆类的优势 唯一一身 刚才李莹老师说的 那个特别好的豆子 为了让大家记忆深刻 它就在我的手里边 但是我给它变了一个形状 您现在还看不到 它到底是什么 今天就拿这个豆 再加上刚才四季豆 咱们做一个豆豆懒龙 超好吃 懒龙我特别爱吃 但是用豆子做懒龙 它有什么特别好的优势吗 或者您有什么诀窃教教我们吗 首先我们要用手油打馅 这可是一个极香的一个料油 另外再加上我前两天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极香的酱 那绝对是营养翻倍 美味翻倍 这个酱我听说了 您做出来之后 整个人都在抢着吃 可好吃了 还有这个什么手油打馅 这是做豆角肉龙的一个诀窍 绝对是 那咱开始吧 直接咱们从这个手油 喷香扑鼻的手油开始 五份的高油酸花生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高油酸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咱们再来上一份的小末芝麻香油 是有配比的 没错 花生油配上香油 没错 剩下的就是增加香味的花椒 那这个花椒煎炸的火候 都是咱们这个漂亮的料油 灵魂的味道 就是这个火候一定不能太嫩了 这个油不能吃出花椒的麻 要的是花椒的浓香 把它们煎炸成红褐色是最好的 好的就可以捞出了 真好闻 用这个油来和馅啊 对啊 听说过水打馅 今儿咱们用这个油打馅 味道更香 好 咱们在用菜头去做馅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们先变熟一下 这个很重要 锅里边稍微的少了点盐 盐一个是能够保证 它的这个豆角颜色 另外一个呢 能给它打出一个基础味道 火候必须是宁过物生 反正入馅嘛 它稍微熟过一点也挺好吃的 没问题 咱们把这个四溢豆给它汆烫 看到了是翠绿颜色的时候 过凉水一定得是这样 哦 这么绿就可以了 对 直接给它们顶刀 切碎就行 咱们把这四溢豆给它切好了以后 就接着咱们就开始油打馅 今天说了啊 这个肉笼要想好吃的话 有一个亮点就是要手油打馅 怎么打 都放什么 大家要好好记了 不放水 不放水 放鸡蛋 一颗鸡蛋进去以后 它能够让肉馅更加的滑嫩 看到了这个碗里的这个肉呢 它慢慢地吸收这个鸡蛋汁水 鸡蛋已经消失了 肉变得膨胀起来了 刚才我们学会的那油 热油 大家会调了 还有就是 大家老师 做的这个私房酱 大家都尝过了 就我没尝过 你尝尝 你拿筷子蘸一下 我尝尝您这酱 哎呀 闻这可真香啊 嗯 哎 怪不得大家讲的吃啊 它里面的豆子是一颗一颗的 越嚼越香 还会吃 这满口流香的感觉 这两个馒头可能未必够了 太下饭了 不不不 我把酱给拿 万能酱真的是得在咱们那个 公众账号上面好好找找 里边详细做法都有 这个叫拌面 肯定特别好吃啊 这个酱 我就拿它拌的面 太绝了 哎 如果您也喜欢吃各种酱料 想要用它来拌面 或者蘸馒头 或者拌米饭都可以 也告诉您一个好方法 怎么做这个酱 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 公众号 咱们就输入酱 这一个字就可以获得 下到厨房的厨房酱 做法都在里面 在家学起来 嗯 太成事了 我回去做一份 是吧 嗯 好 咸淡味道 任何都不用加 只要把咱们这个豆豆酱 好 这就是第二个亮点 哇 没想到你看我刚才都说少了 抹馒头 然后拌面条 拌米饭 还可以拌馅料 这得多做一点 而且一定要留住哈 它那个一颗一颗豆的口感 没错 对真好吃 好 这时候要放 咱们刚才说的 林老说的那个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豆豆 蔬菜豆当中的优等生 但是并不难买 我们又特别熟悉 不没价廉 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优势 刚才说了 高膳食纤维高甲 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非常好的优质的这种蔬菜豆 嗯 它两个上榜 一个是膳食纤维前十名 它排到第四 然后甲 它也是前十名上榜的 榜上有名的 它排名第六 而且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它里边钙含量也非常高 所含的蛋白质 也是我们蔬菜不能比拟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优质豆 确实是名副其实 我们今天用到这个豆子 可以说啊 是蔬菜豆里的优等生 就像是地里长出来的肉一样 这么高营养的豆 我们又特别熟悉 到底是什么呢 好了 肉馅咱们继续调和 把这四季豆也给它放到里面 和好了馅 咱们提前发好的面 又白白净劲了 冬天的时候呢 咱们在家里边做发面 一个是稍微一斤面 给它放上三到五克的白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酵母 在冬天的时候差不多一斤面 咱们放四到五克酵母 按照这个比例 拿三十度的温水和面 有半小时这面就这样了 白胖白胖了 太有食欲了 微微地让它们排排气 撒点面干 一说到懒笼 这真的是我们北京人的情怀 打小胡同烤 谁家做懒笼 如果说真的是邻居街坊 都会给隔壁送她的份 而且呀 你们看包子你可能不会包 懒笼谁都会卷 对 咱们把这个发面擀成大山子 一个圆圆的大饼 剩下的就开始 多馅的豆豆懒笼 最重要的是这个懒笼 真的是吃一口想两口 比包子还好吃 铺开一点 多肉 直接把面卷起来 边卷边拽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个懒笼会更加的紧实 最后一翻边 一收边 轻轻地捏匀它们 把所有的好味道 全给它牢牢地锁在咱们这个面皮里边 会卷卷的都会做懒笼 没错 就这么简单 看到了吗 这咱们切面 它就这么地漂亮 咱们在这个懒笼的后背 再稍微地给它拉起来 您这条笼 有造型啊 有花啊 有笼鳞的笼 真不错 这样的好处是更容易成熟 更容易成熟 而且最后做出来以后 它的颜色 它的样子会更好看 懒笼入锅 再给它一个释放大小的空间 好 开足大火 盖上锅盖 耐心等待 15分钟 好 既然今天我们主题是蔬菜豆 而且呢 女主任一直在说 有一种蔬菜豆 它特别地棒 蔬菜豆当中的优等生 不管是膳热纤维还是甲 都是在绑的 然后还有维生素C 它到底是什么豆 现在能揭晓吗 我看还是赶紧揭晓吧 我们今天这个优质豆 榜上有名的豆 就是毛 毛豆 毛豆就是黄豆年轻时候的样子 没错 嫩嫩的鲜嫩的毛豆 好吃 高膳食纤维高甲 高蛋白高维C 那得吃起来 在家里您就可以学着 我们夏天老师给的秘诀 不管是手游 还是那个特别棒的秘质酱 或在馅里放了两种豆子 做了真的是香极了 一口咬下去 满嘴的幸福感 好吃营养还管饱 全家人肯定都喜欢